在澳联储对于澳洲国债市场进行直接干预之后 欧洲央行会成为直接干预债市收益的第二家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财经点评 那讲到本周的新闻消息 首先不得不提一下澳联储的最新利率表态 那行长菲利普劳再次明确表示是否加息 将取决于经济的复原情况 与工薪阶层的薪金增长速度 那低利率环境将会持续 这一点呢 一如之前所言 那与澳联储货币政策方向的表态对比之下 那作为全球四大央行之一的欧洲央行的近日表态 更为值得关注 那在本周的表态当中 欧洲央行表示 因近期债券利率的快速走高 考虑到借贷成本的上升 会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 因此欧洲央行表示 除去将会继续维持低利率环境之外 必要之时 欧央行还将会果断采取行动 对债券收益的走高进行直接的干预 债券利率干预 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似曾相识之感 那对的 那在上周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家伙 在上周3月5号的广播当中 针对澳联储杀戮债券市场 通过直接购债的操作 进行过直指点点的评论 那这位家伙跟现在讲话的 可能正是同样一位 那在澳联储成为第一家 针对债市收益 进行干预的西方央行之后 欧洲央行会成为近期的第二位嘛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那关于欧洲央行的表态与操作 这里稍做补充的是 那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 欧洲央行已然开启大规模放水模式 而这样的模式与操作 正是通过欧洲央行开启印钞机 印出欧元 直接去购买欧元区各国政府 所发行的国债而进行的 而这样的照单全书的兜底操作 才使得哪怕你是欧洲国家 你也一样可以像白富美 你也一样可以像高富帅一样 马照骑 舞照跳 每天派对到深夜凌晨 那历经这一部分的陈述与铺垫之后 相信聪明绝顶的大家都可以得出 坐手现今 在当前的世界宏观环境之中 是会遭受到游戏规则惩罚的 那除去投资房产之外 流用性更好的股市 毫无疑问会是一个 我们需要多少参与的重要选择 而讲出这话并不是因为 我艾伦现在所在的位置 而说出的 这不是人性的扭曲 这也不是道德的沦丧 那不论是对美国股市 还是对于中国A股 我们澳股的主干脉络 都是格外的明显 清晰的 那除去以CSEL为代表的医药 跟近年崛起的APT 所代表的科技股之外 以四大银行为代表的金融 跟以BGP Rio Tinto为起手的矿业 正是我们澳股当中 最重要的主力构成 而这样的宏观环境之下 我认为是会对大宗商品格外有利 因此我认为矿业股 可以是我们澳股投资者 接下来的重中之重 那这样的观点 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已经有过公开的表达 直到今天 我这样的观点 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大家好 我是GoMarket 我们下期节目见